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哦 素仔 一比回哭 那娘都不懂得臭小孩的 是 素仔是偉一点的 不知道为什么经常都哭的 不知道会不会是肚仔痛的 肚仔痛 经常都肚仔痛的吗 吵圈巴肥 讨厌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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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阿姨啦 要将偏厅那边租了给人 所以才这样而已 如果不是 自己一家人住了 不知道多安乐 多自在 那倒是呀 安仁 哎 我自己都说的了 是相公不够运情 没有机会发展 有什么好说 如果是够运的 他都做官 发财 都不知道多他条 那就是啦 哎呀 都是阿姨不争气啦 家嫂 你都不用说啦 哎 安仁 如果相公发财 大屋都建几间啦 还用什么把自己的偏厅租给人家住 收那些这么多租啊 哎呀 说就是这么说而已 家嫂 你都劝一下丈夫才行的 是的 安仁 他经常沉迷赌博 还没挂着赌 怎会有心机无证业才行的 哎呀 我都劝过他很多次了 不过他硬是不听 都很难怪他的 相公他时运低而已 看看他什么时候转运起来 转运? 是啊 如果阿姨转运 景欲好了 我第一件事呢 就拿回那间偏厅 不租给人了 免得煞气啊 那倒是呀 那时候就不用听 我欣皮仔的哭声啦 呢 又不用闻那些 这样的刺激味道啦 哎呀 我真的不闻得 那些酸辣味的 来来来来来 它们煮食啦 哇 炒辣椒 嗯 味道很有人怕 柯仁,你塗些藥油,披露一下俗氣 討厭,討厭 幸好塗些藥油才精神 油漬什麼味道? 對,不用問阿貴,當然是薑醋味 真是奇怪,我不能受到這種味道 真是奇怪我,叫他們搬 案人,你別這麼怒氣,讓我跟上公商量一下 乖,小姐,笑一下,小姐,叫聲麻麻 叫呢?叫呢?叫呢? 小姐,乖酸,帥帥 還不懂得叫人,很乖 我們出去大門口走走 好,小姐,你陪麻麻去大門口走走 去吧 家嫂,你看看我們的大門口 一對石柱,上面有門閃 雙著一辣綠色的琉璃瓦 挺好看的吧? 是啊,你看看,石柱都說漂亮 還有,對石柱安鑽這對聯 紅漆黑字,多大看 上戀就是博恩嘉慶 下戀就是仁壽年峰 是啊,我們這房子都很架勢 是本地有名的 那就是了,有大廳,有常房,有套房 辦廳,天井,庭院,什麼都有齊 花園雖然小小,不過都有花草樹木 是啊,花草樹木都很齊全 唉,都是托祖宗的洪福 老太爺置入這間屋,然後才有今天留下給我們 阿兒,你講這麼多,你不要逼我 阿兒,回來了,什麼有個人跟著他 好像很勞氣,是啊,我也見到 阿兒,那個是四老大,是惡爺,他 四老大? 是啊,惡爺來了,家嫂,為什麼阿兒會跟惡爺來往 還跟著美,好像有點爭吵 是啊,幹什麼事呢?看他很吵惡 不知道是不是相公得罪了他 家嫂,快點進來 我們躲在石柱後面,聽聽他們說什麼 小老大,小老大,你將就我幾天 小老大,我會連本帶來給你的 嘿嘿,將就幾天吧? 行,給你十天吧,怎麼說 小老大,你給我十天時間嗎? 好啊,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讓你計清楚數目 五十兩銀是本錢,是借給你的 是啊,五十兩銀是我借的 什麼利息呢,就二十八兩 連本帶來一共七十八兩 什麼?七十八兩? 沒有那麼多吧,四老大 什麼沒有啊?好奇嗎? 如果不是你有張屋契給我握手啊 我都不肯借錢給你啊,還嫌多啊? 四老大,我才借了十天而已啊 不是很久而已,不用還那麼多,是嗎? 我沒有錢的 沒有錢? 猛仔,要貴利息的就不要借錢啊? 你有那麼大間屋啊,就是錢來的了,猛仔 啊,為什麼你不賣這間屋啊? 啊,賣屋? 嗯 值多少錢啊? 多少,是嗎? 我不賣屋 誰說我賣屋啊? 阿兒,你過來 娘,你出來了嗎? 阿兒,你搞什麼啊? 你想賣屋? 不是啊,不是啊,娘 還說不是? 你這麼大膽,居然把做屋的屋契被人抓住,是不是? 相公啊,有沒有這樣的事啊? 走開啦,抱兒子回去吧 女人之家這裡沒你的事啊 阿兒,你把屋契交給我 馬上給我 四老大 阿兒,麻煩你把屋契交給我娘先啊 哈,什麼啊? 阿兒,你很麻煩啊 把屋契還給你? 把屋契還給你? 把屋契是案頭來的嘛 還回七十八兩銀給我吧 啊 阿兒 四老爷,盐生成,因为起难倒,屋子一早已经家库物正了,哪里有七十八两银,大喇喇地还给你啊? 宋安人,你知道就好了,欠债还钱,很公道,还债了,还债了 四老爷,这间屋是早屋来的,而不卖得的 我理得你这么多,我应该理解你的傻子 宋儿,你自己想清楚啊 是这样啊 四老太 老太爷,老祖宗啊 家嫂,我们就来没有屋住了 安人,那怎么算好啊 老爷,我回来了 赵云,你回来了?买了什么? 买了几幅丝绸,两幅锅短,你看看 哦,丝绸来啊 是啊 啊,一幅茶色,一幅是蓝色 嗯 这两幅是灰色的,还有一幅是组红色的 是啊,这幅茶色是买给卖官做一件甲铺 哦,那这幅灰色的丝绸呢? 哦,是要来做一件棉袍给你 一件给卖官啊 啊,我知道了 这幅组红色的,是你自己做裙的了,是吗? 不是,是留的,暂时不做了 暂时不做主?嗯 留回将来啊? 是啊,整家人这么大,有四个儿子这么多 到他们成家立室的时候,就有得用了 哈哈哈哈,赵云你真是想得到 老爷,这陈我们的家运好了,你又升了官 大家平平安安,家用仲有得静 那我见有闲钱了,就买好些东西擠下咯 唉,我这陈都过得去,生活安定 人都好像胖了一点啊 你呢,赵云? 我? 啊,哈哈,你都好像好看左似的啊 是吗? 嗯 或者是啦,我又是胖了一点啊 最近我得以龙徒国学士的身份 再调任杭州 记得十六年前 曾经在这儿做过三年通判 现在旧地重游,特别觉得开心 所以我们一家人都胖了而已 嗯,西湖的风景这么漂亮 我对他很有感情 所以起了一条长堤 工程都算挺浪大的 老爷,你时时游湖,饮酒作诗 被人封做风流太瘦 是挺有趣的 嗯,不过现在年纪大了 我都希望安定一点啊 嗯 游湖,作诗,风流 唉,这些不过是生活上的点缀而已 得不得意都无相干啊 老爷,你时时说 享受是生活的一部分 作诗填词,亦都是享受 现在,你不单止享受 而且还成功 人人都赞你才高八斗啊 唉,享受还是不享受 都无所谓了 至于人家赞我 就更加无相干了 随便安定就算了 那是 是的,老爷 嗯 我们何时才搬屋啊 何时搬屋 是啊 嗯,我看都要下个月才行啊 嗯 那个赵云,你也要筹备一下 我知道,我已经打点紧了 老爷,你这段好不得空啊 哎,为了买这间屋 我用了所有的积蓄了 我用了所有的积蓄了 还问人家借了些钱呢 现在还要想办法去筹钱啊 嗯 其实,我们都不用这么着急 买屋住啊 现在住在衙门棺底 都很舒适啊 是就是 不过我离开四川家乡很久 一早已经四海核家了 你知道了 棺牆的变化很大 声杂无常啊 是 老爷经历这么多风伤 总算平安度过 你都是无谓禁伤感啊 我现在都看化了 不过所谓树高千丈 落叶归根 我在上周住得挺好 又买了几某田 现在买了屋 就此落籍都不错啊 是啊 老爷啊 那间屋是不是很大间的 是怎样的 都不错的了 虽然不是很大间 得两尽深 不过两边都是商房 有大厅 偏厅 又有书房的 哦 那都算挺宏伟的了 都算是这样啦 在门口还有两条石柱 挂了一对红底黑字的对联 是呀 老爷啊 老爷这么有文财 我读给你听下 你刚刚刚的 你刚刚出来买完丝绸回来 最多又再出去 好了,那我就去看看 小雲,别走着,你看 对啊,我们刚刚搭出门口 就见前面有顶脚 好像是来近些道 是谁呢 是啊 原来是张日文大人 苏大人 张大人 苏兄,我特地拿回一张屋契来给你 搞好手组了,买卖图章都盖好了 真的不客气了 对了,对了 我和赵云刚刚上去那间屋看看 不如一起去吧 好啊,那我下轿和你们一起去吧 好啊,一起哭 好啊,一起哭 不要哭,乖,乖,乖 我们几婆孙,你说怎么算好 阿姨,你累死我了 娘,你不要哭成这样,失礼街坊 现在还不失礼街坊吗 祖屋都买卖 又不是要你蹲街 现在不是有屋给你住,你还哭什么 由大屋搬来巷仔 客妈妈,臭崩崩,呆呆哒哒哒 我住不关 住不关又怎么样,住不关就扯了 你没良心 那间是祖屋来的 全子代孙的 不是只是你有份的 阿姨 你惯你都多余,你不请我走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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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大人 这样说法 好像是你买那间 直接是 长宁坊很小屋 只有一间有石柱对联 又会这么巧 对 怎么会这么巧 这位老人家 你不用凄凉 你有福气 还说我有福气 你遇到我 是你幸好 我遇到你 应该帮你忙 那家里在这儿 那间屋我给你 什么 你给我那间屋 那间屋 是你买了的吗 是 是我买了的 苏大人 你想清楚才好 你给了钱 她的儿子了 张大人 无伤干的 我都历尽风伤波折 距距几百两银 我不会放在眼内 这位老人家 你搬进去那间屋里住 至于那间屋 我会烧掉它 老爷 烧掉它 不是给它吗 烧掉那间屋 但是它们才长久有得住 那便宜了个败家仔 它有个娘 让它享享享余任 如果浪子回头 就作为奖励它 如果它死性不改 那也受益不长 大人 大人 大人你 恩重如山 我现在好像 在做梦 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老人家 你不用这么客气 我和你 结一个 禅园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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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